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玉颖和王一博密恋 有人爆料两人同行看张杰演唱会 还带了假发 据悉 今年8月张杰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 赵玉颖作为张杰的好友和谢娜的公吏 当然要去捧场 当天赵玉颖穿着一件热奇装 在台下十分海 昏舞着荧光棒跟着音乐跳动 她的身影被很多听众发现 并在网上晒出了照片 张杰演唱会结束后 还在微博上晒出了和赵玉颖等明星好友的合影 感谢他们的带来 从照片上看 赵玉颖笑容灿烂 气色很好 然而就在最近 有瓜主突然爆料说当天赵玉颖并不是一个人去看演唱会的 而是和王一博一起去的 而王一博为了不被认出来 竟然带了一点假发 这位瓜主还晒出了所谓的证据 称赵玉颖离场时后面跟着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全身黑衣黑裤黑帽子黑口罩 几乎遮住了所有面部特征 只会出一双眼睛 而且他还低着头走路 显得很低调 更有网友猜测这位男明星是王一博 而陪同的异性则是赵玉颖 这则消息一出 两人的分文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 自赵玉颖和王一博合作电视剧《尤肥》以来 两人的恋情传闻时不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次更是因为一起观看演唱会的传闻 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泼硕迷离 据网友描述 男方戴着假发和口罩 走路姿势与王一博颇为相似 此外 还有粉丝指出 该男子身形和身高也与王一博相近 不过 王一博后援会迅速辟谣 称这是不实传闻 并用离了大谱四个字来表达内心的语语 虽然辟谣消息迅速传出 但人有粉丝猜测这是王一博陪赵丽颖观看演唱会 原因在于 该男子离开时紧跟在赵丽颖身后 并且他还坐在内场第一排 与赵丽颖等一众明星一同观看演出 这让粉丝不禁对这位男子的身份产生疑问 不过 也有网友指出 从照片来看 这位男子不论是从身形 身高还是走路姿势 都与王一博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他的手指 看起来比较纤细 不像是个男人 此外 还有网友从猴杰方面进行判断 称这位男子落出骨梗的截图显示有猴杰 因此排除是女性的可能性 值得关注的是 这并非赵玉颖和王一博首次传出飞文 自从两人合作电视剧有匪之后 有关他们的恋情传闻时不时的出现在网络上 而这次观看演唱会的传闻 更是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引人猜测 虽然王一博后援会已经辟谣了这一传闻 但粉丝之间的猜测仍然存在 赵玉颖和王一博的关系 也因此变得更加颇硕迷离 不过 不论传闻如何 我们都应保持理智 尊重艺人的隐私 希望两人能在未来的合作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